一命二运三风水,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,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,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化解犯太岁的危害。 传统思想认为,犯行冲,迫害太岁者,表示流年运程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,会有不少麻烦,可能会有官非纠缠,试图组织,投资失利,情绪波动,人事不合及感情离合等影响,严重则会有意外血光之灾等情况出现。 那在2021年该如何化解犯太岁的情况呢?小酱汁一般建议采用躲太岁和败太岁的方法化解。 具体该如何做呢?酱友们一起往下看吧。 1.2021年犯太岁怎么躲太岁? 1.什么是躲太岁?躲春实际上就是躲太岁的俗称,一般而言,生肖命之与流年太岁相冲,相行,相克,相害,都是可以视为犯太岁,对一个人的流年运势都是极其不利的。 所以这些生肖的人一般要敬奉太岁新军以保平安。 除此之外,为了躲避太岁的影响,在每年立春之日和大年初一的新旧交替之时进行躲太岁,也称躲春。 躲春其实就是一种趋吉避凶的行为。 中国命理学认为,历春这一天由于磁场和气场干扰,气运会比较乱,容易冲撞,招惹口舌是非。 所以一进步一动,避免受其干扰。 从命理的角度来讲,某一属相如果与流年太岁有冲害,运势欠佳的话,那么历春这一天不要见生人,方可避过未来一年内的病灾,口舌是非。 2.躲太岁的时间 躲太岁除了要注意方法之外,也要注意时间。 2021年是农历新丑年,历春的时间在农历庚子年12月22日,杨历是2021年2月3日,具体时间则是在晚上22点57分,这也是两个年份的分界点。 所以躲太岁的最佳时间段是晚上22点到23点之间。 对于太岁的各位来说,这个时间段最好不要外出,同时配合一些吉祥物来增强自身运势。 3.2021年犯太岁的人怎么躲太岁? 2021年犯太岁者生肖牛直太岁,马骇太岁,狗形太岁,龙破太岁,羊冲太岁。 1.尽量不出门 躲太岁也就是躲春,历春是一年中新旧交替的时刻,人的气韵会受此影响,因而又有躲春一说,这一天一静不一动,最好要避开这天出远门,尽量待在家中。 将太岁对自身运势的影响较到最低,若能够成功躲开太岁,这一年的运势也会有所提升。 可在家安静地看书,修身养性,培养平和的心态,有利于更加顺利地躲过太岁。 对于犯太岁的人,自古以来新年都有穿红色衣服或者系红腰带,或者穿红色袜子和内衣裤的习俗,有红红火火,岁岁平安之意。 2.不一般家 躲太岁期间不宜搬家,春季正值气息混乱之时,此时搬家对家庭气运不利,而家庭运势的好坏直接关乎着个人的运势。 为了避免对自身运势产生不利影响,躲太岁期间忌毁搬家,同时搬入新家后,容易吸收对自己不利的市场。 在其影响下,无论是家庭运势还是个人运势,都难以得到稳定。 若在2021年有搬迁计划的,应当避开立春时间。 3.不宜吵架 在躲太岁期间避免与人争吵,若演变为肢体碰撞,还可能会惹上官司。 所以这一天凡事以何为贵,不宜与人吵架。 另一方面,情绪暴躁之人会更加剧太岁的煞气,给自身惹来许多是非。 整一年都在祸不断,因而为了杜绝这一麻烦,避免给自身运势造成影响,要保持随心随性的心态。 时刻谨记与人为善的原则,这样才能平稳地躲过太岁,迎来自己的好运。 4.不要到医院看望病人 在躲太岁期间不宜去医院看望病人,因为医院的阴气较重,而犯太岁之人的气韵较弱,会受到负面磁场的侵扰,对自身健康不利。 若是有经济朋友住院,看望时应当避开,下午5点到6点之间,这样才能保证自身不被干扰。 生病是常事,每个人一生都难免疾病灾祸,但若因此影响到自己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 5.供奉太岁相 2021年的太岁方位在东北方,对于在该年份犯太岁的生效,拜太岁是很有必要的,是最能化解太岁的方法。 可在家中的太岁方位,也就是东北方位供奉太岁相,然后诚心地跪拜,祈祷神明保佑,顺利化解犯太岁。 拜太岁最关键的是心诚,所谓心诚则灵,太岁才能有所感应,保佑我们整一年顺顺利利。 2021年犯太岁者一定要认真躲太岁,在此期间保持平常心,不要过于情绪化,应当静下心来,好好度过这段时间。 这样在2021年才能减少太岁对自身运势的影响,得神明保佑,凡事皆能如愿以偿,做什么事都一直顺利。 但关键还是要靠自身坚持,不要半途而废,否则之前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,让原本的好时机白白流失。 2.2021年如何拜太岁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,流年犯太岁者拜太岁是最重要的话解之道,其中有许多讲究,可选择的方法也有很多。 若是平时工作繁忙者,可以不用前往寺庙,在家中或者网上都是可以的,所起到的作用也不会有半分减少,关键还是怀有一颗诚挚的心灵,才能得到太岁的庇佑。 1.在家拜太岁 选择在家里拜太岁的话,最先的就是要去道观请太岁符和书文,然后侍奉好太岁新君。 有的人家里可能就有太岁爷的审位,这样的话就可以准备好贡品和香烛,直接进行祭拜,就像祭祖那样。 请太岁的流程就是焚香燃烛,宣读书文,祈求太岁神的庇佑。 读完书文之后一定要焚烧掉,不要留在家中,否则会带来厄运。 等到农历12月24日的时候再对太岁进行祭拜和感谢,然后将太岁符烧掉,也可以在太岁的生成再次进行祭拜获得更多庇佑。 2.寺庙拜太岁 在家中拜太岁对于有些人而言有些繁琐,若是前往寺庙拜太岁,则不用那么复杂。减少了需要自己准备的东西以后,只要按照寺庙的流程来拜即可。 不过在前往寺庙之前,要先沐浴,换上新衣服,去除身上的污秽才能起到好的作用效果,同时也是对太岁的尊敬。 3.网上拜太岁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,所以也可以在网上拜太岁,这是一种新型的方式。 不过关键还是找靠谱的网站,以免上当受骗。 科技的迅猛发展也会带给一些不利之徒行骗的机会,所以要多加留心和防范。 除了这些方式,你平时做事还是得积德行善,孝敬长辈,谨慎行事,处事淡定,都能够对改善犯太岁之人的运势有所帮助。 做正事就能够俱正气,这能够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有和谐的正能量气场,不至于令运势大起大落,所以存善心也是化太岁很不错的方法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希望大家能够喜欢,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。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,我们下期再见。